当元宵节撞上情人节之 夫妻甜蜜过节 当情人节的浪漫遇上元宵节的圆满 你会怎么过 上周2月14日同时迎来中国的元宵节 与西方的情人节的正面PK 到底选择哪个喜庆的节日过节 让很多的影圈明星也是犯了愁 上个月刚刚完成大婚的陈思辰 同俩夫妇就是其中一对 在影片北京爱情故事的首映活动上 夫妻俩别出心才能在台上用特殊的方式 让这个问题变简单了 为元宵节吻 这么重口的解决方式 让小编也感到不忍直视 不过两人自从上月16号结婚到现在 刚好有一个月了 为了宣传影片 两人放弃了蜜月旅行 还真是够拼的哟 这是我们工作的 怎么说我们特殊的需求 但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度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人节 陈思辰与童俩既对新婚夫妇工作中 不忘浪漫过节 而年新爸爸田亮郭涛 也带着各自的太太 两对老夫老妻一起在情人节这边 为登记结婚的新人们 派送情侣玫瑰 兰天现场不仅12对领证新人 都有大大的惊喜 郭涛也不忘给夫人里然 一大份精致的玫瑰花 夫人这是送给你的情人节礼物 亲一下吧 亲一下吧 亲一下 与过到体贴细心相比 参蝶的爹就显得有点不浪漫了 只顾送给新人鲜花和巧克力 身边的妻子叶一剑 却是满心的失望 刚才车上还找我要花呢 哈哈 我说我的花呢 哈哈哈 对 这个没有准备吗 什么你都没准备 不是我花送多了 就是再送花就熟了 哈哈哈